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舞跳到入營入隔的俊兄 其實是一個視像人士 雖然外表體力跟健全人士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生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最害怕的是 Ratress 走路過來問你吃什麼 我就會說先看看 然後他又站在旁邊等你看 他覺得你是不是看 你在玩手機 晉興左眼只有5%視力 右眼視力更加少於2% 看餐牌就要用電話拍照 把字放大到近乎整個熒幕 再放在眼前面看 對眼有事之後 會覺得很尷尬很噁心 會介意別人的目光 會被人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看起來看得好像在聞東西 十歲之前 晉興的視力一直很正常 但原來他身體裡面 一直有個眼的遺傳病 五年八眼 突然有一天起床 就發覺好像眼前有一陣霧 我又嘗試去盲走 但是 雖然臉還是很萌 媽媽就戴了我下去 眼鏡譜到檢查到數 然後就發覺 其實近時可能一百度都沒有 沒理由看東西夢到這樣 視光師最終轉介他去眼科醫院 他才知道 原來是沒有遺傳的視神經病變 自此 他就成為一個視像人士 之後都還沒畫到很灰 因為 那時才十歲 不會幻想到這件事 對自己的影響有多大 去到中四就真的崩潰了 因為寫字 長期是 左手拿大鏡 右手拿筆這樣寫 然後 腰、頸 這樣 這樣 幾個小時才作完一篇文 你一天不只是做一份功課 做到凌晨 每天都是這樣 頸和腰都好像整塊木板一樣 這樣 會覺得 其實本身對眼睛已經不好 但現在 連身體或其他問題都這麼嚴重 會覺得值得背 以往讀精英班的俊興 發現用再多的時間 都追不上進度 這個時候 他含入低潮 去到某一天 我就跟Haley說 不如幫我回答他 說退學吧 真的頂不上 那時候很辛苦 班主任才特地上家房 做了一些調色之後 我那時候的心態是 不要緊 坐過去 在這個低谷裏面 俊興遇上了佳母 改變了他的人生 有一天 見到一個朋友 突然 就是做這個動作 他 我頭抱著這個 反轉了 然後說 哇 這麼神奇 他笑容子出來 然後就試試玩 又覺得很有挑戰性 還有 他最棒的就是 可以Freestyle 即是沒有什麼標準 究竟 抹大手是漂亮 抹頭是漂亮 即 所有東西都是來自發揮 但其實一開始都很困難 因為你要知道動作怎麼做 是有一定的難度 可能要看Youtube 看得很近 或者慢慢循環才看得到 有一點 但是 你透過很多的練習 透過很多的交流 可能去問人意見 去學習 是可以將這件事 做回英俊 一點點 跳舞的時候 我都發覺 在裡面可能你學到很多 做人的觀念 學到很多 做人的看法 例如不同人 是應該要找到自己的風格 找到自己的優點 然後放大發揮 讀書的確是很強烈 好像在逼自己 制度就是逼著你 要跟別人一樣 或者好個人 才有機會讀到大學 但是跳舞令我改變了的就是 其實有時候做人 不是只有一個標準 其實一個人的價值 是不是純粹用入大學 或者用你賺的錢 來衡量你 是行不行呢 學會用平常心去看學業 最終 準卿考得不錯的成績 還升讀社工開碟 現在的他 是一個外展社工 在做社工之前 或者剛剛開始做社工 其實是擔心很多 例如 出到街上 怎樣可以辨認到服務對象 先不說他是不是變青 但是你也要辨認到 他是不是青少年 我做久了我會發覺 口面皮是可以解決很多東西 視像其實一定都會有他的優點 因為你少了視力 那你可能少了受外界的一些 垃圾的影響 就是那個看東西的方式 就變相不是用眼 可能是用腦 或者用心 十年前的我可能都沒有想過 今天的自己會是這樣 也都沒有想過 原來當日可能只是貪玩跳舞 但是堅持了十年 可以換到很多的表演機會 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甚至可以把跳舞放入工作 甚至可能用這件事去影響生命